大家好 我是阿公阿嬤 今天要提前阿公阿嬤的是 交通安全 超萌同音講台語 還帶點韓虎小網紅阿嬤又出道 提醒阿公阿嬤出外要注意啦 阿公阿嬤看著小朋友的宣導影片 就像看到自己的乖孫在提醒特別親切 因為小朋友的親得力比較夠啦 明星老人不見得認識啊 他就是可以看孫 跨孫的感覺 然後他講 他的台語也講得很好啊 我覺得 因為傳閱度很高 像我的LINE就收到好幾次 畢竟過去也發生不少銀髮族上路 結果出意外 像是馬路上常見不少 騎電動代步車的長輩 想逆向就逆向還撞上機車 甚至還會操作不到撞進民宅 更有穿越馬路的阿嬤 因為行動緩慢 走到一半變成紅燈 結果卡在路中央 最後還被車子撞上 真的是非常危險 為了避免這些意外再度發生 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隊 乾脆請來網路高人氣的小網紅 合作拍攝宣導影片 影片中的台語 都是阿嬤嬤的爸爸寫好稿 再一句一句交 花了兩個月完成 比起智氏八股的宣導影片 效果更好 他用半生熟的 半生熟的閩南語 創意的短片來吸引目光 那我們期待呢 民眾跟年長者 能夠引起共鳴 阿公阿嬤阿嬤都說不聽 唯獨孫仔講的話都說好 可愛創意短片 針對想宣導的目標族群 對症下藥 TBBS用神奇君 蘿伊辛SNG小組 台中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BBS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 TB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喔